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V So Easy 桃園 YES 美食人生 哇 我今天带了三个女儿 每个都比一个漂亮 然後今天來這邊幹什麼呢 我們今天來到 桃園中壢觀光夜市 要找處裡面的嚴選美食喔 哇 這裡是全台灣 唯一拿到綠色市集的地方 在中壢這個地方呢 雖然是一個 客家文化非常榮譽的地方 可是這裡面好吃好喝的 涵蓋的 是全世界的美食都有 小母女兒 小女兒想吃什麼呢 爹 我告訴你 我已經在網路上查好 有一家排骨酥要排隊30分鐘 對 哇 30分鐘左右 妳這麼漂亮還排那麼久啊 我絕對願意為了美食而排隊的 好不好 再來我還查到一家 查到一家石頭燒餅 比例油又健康 超想吃的 真的嗎 還想吃什麼 等等 不能讓妳再吃了 要吃那麼多 她的量比較不好啦 對 我們大女兒想吃什麼 我比較想要吃蒸雞滷味 哇 那個滷味 我是喜歡看電視買大包回家 沒錯 看電視看林書豪的時候 一個一個啃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像這種年齡 喜歡開心開胃 酸酸辣辣 有一個這個酸辣粉 是我最愛的 一進門的右邊就到了 妳想吃什麼呢 我跟爸爸一樣 喜歡吃那種口味又酸又辣 所以我來介紹一些 泰式椒麻雞 哇 今天非常的精采 這五個店呢 有什麼好吃的呢 裡面到底什麼內容呢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夜市門口 非常多的飄香讓我已經雞長鹿鹿啊 哎呀 那個吃飯也是要這種倫理的啦 那個敬老尊賢 所以爸爸想吃什麼 我很老嗎 我只是當爸爸的就這麼老嗎 沒有啦 就是禮貌線上 爸爸今天想吃這個酸辣粉先嘛 那我們就趕快先來去吃酸辣粉囉 好啦 尊敬爸爸是對的 所以帶著女兒 我們來吃酸辣粉 這個東西會讓我們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開心了以後啊 所有餵後面要吃的東西 都會非常的順利了 哇 夜市呢 現在夜幕雖然還會漸漸的低垂 這邊你看有非常多的好吃 哎呀 又有涼的又有涼拌的 又熱騰騰的還有衣服 爸爸 我肚子好餓 這就是台灣夜市最可愛的地方 哎呦 什麼 有什麼 酸辣粉了 酸辣粉了 酸辣粉 可見他們就餓了 但夜市很大 要挑好吃的一步一步走 尤其我們這次桃園縣政府 嚴選出來的每一家美食呢 就非常多評審評委過的 而且好吃健康還有什麼 帶衛生 嗯 平常媽媽不帶你們帶夜市 現在爸爸帶他們來 好 我們的這邊呢 哇 就是他 哇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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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嗚嗚嗚 哇 耶 哇 這我們看看啊 超豐富的 老闆呢 因為這裡面你看啊 看到有什麼 有鴨血 鴨血 肉片 有豬肉片 這個是肉豆豆嗎 然後還有黃豆 還有這個垂肠 哇 這裡面很豐富的 這就是酸粉了 哦 你看 很香 然後吃的時候呢 稍微把它拌一下 好 拌一拌 拌一拌 拌餘了 吃小吃了 就是先看一看到底 你們有什麼東西啊 好 因為我們 我聞到那個酸酸的味道 對 好開胃的味道 對 好開胃的味道 爸爸幫你們分一點啊 然後呢 爸 你就直接餵我了吧 哎呀 好幸福哦 你看 我以為你三個女兒都餵 我不 還沒吃後就忙死了 哈哈哈 可以叫老闆餵你嗎 謝謝 你看 多可愛 好 鴨血 要鴨血 爸 你對他好像特別有偏心 沒有 我這個最好的肉留給你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什麼都沒有 哎呀呀呀 馬上起內痛 來 咬湯 咬湯 好 在台灣的吃夜市 就是不拘小節 看準的目標 坐下去以後 老闆 來二兩白乾 不是 來二兩白乾 來 來一碗金鮮 金鮮酸辣粉 吃的時候記得 記得不要馬上吃 要這樣先聞一下 香 哇 香味 開胃的味道 對吧 要懂得吃小吃 先聞香味 啊 聞一下 OK 好 好 這個粉好Q 好滑 這個粉色我們是 特別說的是 用西瓜粉 跟馬鈴薯粉 就對了 好 兩個粉 折一扇進來 而且你看那個湯頭 剛剛好 如果你想再吃辣一點 這邊還有老闆自己做的辣椒 來 老闆再幫我們加一點 來 能接受辣的話呢 老闆跟我一樣辣的就可以了 好 我告訴你 我這個三女兒最辣了 平常在家裡面呢 超愛的 她講電話都可以 把這個電話講得辣了 吃這個東西呢 我就想著四川老鄉 四川老鄉一吃到這個 會說什麼呢 呀 這個酸辣粉 是有的 而且裡面的料也非常的豐富 而且它那個 那個豆豆剛好增加了 一點點脆脆的那個口感 就是這樣吃起來好像有炸菜 很有層次的感覺 豆豆跟炸菜 我覺得一碗酸辣粉裡面啊 裡面啊就是有軟嫩的口感 因為有鴨血有肥腸嘛 還有就是脆脆的口感 剛剛你說的脆脆的口感 很有層次 真的很有可能 好我來把今天我們吃的酸辣粉呢 好吃在哪裡做個結論 第一呢 它這個酸辣裡面這個粉呢 我們一般叫粉兜 兜的呢非常 ㄉㄨㄞㄞㄞㄞ的 而且它最主要 剛剛老闆說了 它用地瓜粉 還有用這個 用地瓜粉 還有馬鈴薯粉 打成一條一條的粉絲 那麼這種粉絲 跟一般我們在外面吃粉絲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而且它呢 很容易 它雖然有彈性 而且又會把湯汁的那個原味吸進去 那老闆就有個 我覺得了不起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可以把這個四川的那種味道啊 放進來 但是 非常的香 卻沒有那麼的毒的麻辣 所以非常適合我們的台灣人 尤其夏天 你看我覺得流離古汗 我都覺得 打通我任督而賣 一個字 我的女兒好小神啊 今天 來 我的女兒們 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 今天今天 金萱酸辣粉 好不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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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德三清宮於民國104年8月22日 星期六特舉辦 護國其安 四府消災大法會 凡參加平安斗者 可安奉於正殿為期一年 使斗燈常年不滅 超度拔劍 超拔祖先 動物靈 地基主 英靈 個人壘事 緣情債主 布施普桌共品 歡迎十方大德共襄盛會 報名專線 03-361-0792 搜旅遊 TV SO EASY 甄選特搜節目主持人 歡迎您的加入 請上網搜尋 TV SO EASY 最專業的服務 請找創意互動 搜美食 搜旅遊 搜好玩 進在台灣美食旅遊網 餐餐就是我愛你 03-3394520 TV SO EASY DK 剛剛看到這石頭燒餅 有點像法式可麗餅 對 我這一次有去法國 我上兩千兩個月有去法國 去可麗餅的故鄉 哇 是 然後呢 有一點像 所以台灣有非常多夜市的文化 它跟外來的文化都有關係 是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夜市的時候呢 不要只看到它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了解它一個背景的時候 可以發現台灣呢 夜市文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因為它有非常 就可以從夜市裡面 看到台灣人非常有包容性 你現在挑 來 想一想挑什麼口味 既然只能選一個 當然就選總會啦 什麼都吃得到好不好 好 OK 通常在這裡排隊的話 我已經滿頭大汗 可是我覺得 怎麼說呢 就像一個男生 一個男人要追一個女人 追了十年 再辛苦也值 美食也是一樣 對不對 剛剛有熱情的觀眾的認得我們 就先給我們吃 這個呢 是花生口味的 給大家看看裡面 哇 裡面很多糖 而且脆脆的 很誠意的 真的 這個呢 其實要包著口 直接吃 但是我為了女兒吃得方便 就拜給你們吃啊 有喔 給你的時候要說阿門 阿門 哈哈 再分餅就是了 再分餅 小心喔 有糖 謝謝爸爸 你看多好啊 好幸福喔 謝謝 他們三個傻瓜 小的都給他們問 我吃大的 沒關係 沒關係 來吃完你講一下 什麼感覺 這這麼台灣味 真的真的 台灣人最能夠把花生粉跟糖 混合在一起 那個味道 而且那個脆 你看外面的那個脆脆的鹽蛋 而且我覺得現做這樣 熱熱的 我覺得吃起來很幸福 來了 總會 OK 我們過來一點 超甜 超甜 你告訴他怎麼好吃 哇 總會這個真的很豐盛耶 我現在拿起來整個是鼓的 有沒有看到 而且非常豐盛 哇 還有生菜 滿滿的生菜 還有我們滿滿的餡料耶 真的是 你拿拿看 整個超級紮實的 我拿看就我吃 不要 不要不要 姐妹為了食物來的 先吃一下 可以拿了一咬 對 只能拿拿看喔 只能拿拿看 不要偷吃喔 來 你這樣 你吃吃看什麼感覺 我要剝一塊嗎 你可以剝 可是我怕剝 然後他就變了 直接咬沒關係 直接咬 爸爸的家人 在夜市裡吃東西 完全不要客氣 我們吃小節 哇 爸爸又在分了 對 咬的陰謀又來了 又來了 最後吃到最大塊 哈哈 爸 會不會太燙啊 哇 這裡面那個 他放的這個沙拉 也放得非常的好 哇 那裡面的餡料 一直掉出來 哇 你看 哇 有沒有看到 哇 爸 這個特別小塊 你給我吃吧 有沒有 把一塊整個餡料 全部爆出來 天啊 這個來 這個都你的 來 都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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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帶了沒有 找到我會孝順你 來 爸 吃 吃點吧 吃一口告訴觀眾朋友 他有多好吃 哇 太好吃了 看到了沒 現在的餡料 是滿滿的火腿還噴出來 有沒有 我現在要吃一口囉 對 唉唷 我真的要吃下一口 我來形容好了 那個皮呢 非常的脆 然後完全沒有那個膩的那個奶香 對 因為有非常多的攤位呢 一放這個 可樂餅的時候呢 會放非常多的這個 奶油 可是一拿奶油放得過了 就膩了 而且它那個沙拉醬那個醬子 調得剛剛好 完全不會膩 裡面很討厭的 就有我們台灣人 最愛吃的魚鬆 肉鬆 肉鬆 然後夾著那個沙拉 然後跟生菜變起來脆脆的 然後一吃的時候 一拉一個火腿 還有鮪魚 還有鮪魚 而且總會的 裡面什麼都有 你看為了介紹我滿頭大汗 什麼 什麼都有的情況之下 才五十五塊 對 這樣才五十五塊 總會 總會 而且起司混在裡面 就是超香的 好啦 我們待會兒要去吃什麼呢 好吃 吃完了 你怎麼換吃我的 因為本人還是喜歡中口味 中口味 要吃什麼 我們吃的是 泰式焦麻雞 好 GO 焦麻雞 焦麻雞到了 這邊 在哪裡 泰式 可能就很 泰式焦麻雞 泰國的感覺 好 老闆 老闆 老闆了 焦麻雞 焦麻雞 我們要一份焦麻雞 好 爸你會說泰文嗎 然後後面說 阿娃迪卡 阿娃迪卡 哇 你看到這個泰國很重要的 就是有這個 我們要拿著一邊吃 邊走邊吃 哇 你今天為什麼挑這家店 來告訴我們 什麼理由 今天我爸爸最喜歡吃這個 又酸又辣的東西 看你酸辣的 所以我想說呢 要跟爸爸一樣 所以我特別要推薦這個 現做的這個 泰式焦麻雞 然後你看 老闆娘一個來 老闆娘一個來 來 我告訴三個女兒 告訴你們 一個男人 如果喜歡吃酸的 辣的 通常這個男人會非常有情調 你看我生三個女兒都不錯 老闆娘 老闆娘也說對 好啦 這個店開了多久了 三年 開三年 三年 你是泰國人嗎 不是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你去過泰國玩過嗎 有啊 有去過 怎麼想到賣這個 沒有 這個就特別調 適合台灣生吃 然後覺得好吃 好 反正我女兒喜歡吃的 一定不會錯 來 你先挑一個 來 它這個呢 都是用這個去骨的雞腿肉 整隻雞腿 然後看到上面它那個醬子 我用筷子比較快 我用筷子比較快 來你夾 油炸那種 那種膩的感覺 然後我們來 幫大家來試吃看看 大家趕快吃 我幫你補一點 嗯 口感非常鮮嫩 有那個脆脆的聲音 肉咬下去啊 非常多汁 在上面的那個酥的 就是炸過的酥皮 非常的脆 再加上這個挑過的醬汁 完全不會有膩的感覺 來 我來講講 這個醬汁呢 用非常濃郁的 泰國的這種魚露 然後再加上檸檬汁 對 酸酸鹹鹹 然後用我們天然的辣椒 酸甜辣 然後更重要是什麼 我覺得比管子裡的好吃 好啊 我覺得比管子裡的好吃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炸 我們就現吃了 熱騰騰的 然後抓上那個 冰冰涼涼的 泰式的酸辣汁 但是我想建議老闆 如果旁邊再放點檸檬擠上去 更過癮 有沒有檸檬 有有 本身就有檸檬汁 我是新鮮檸檬汁 老闆 但是肉再多一點 它就是那個酸辣 跟剛剛那種 酸辣粉的那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它的辣是那種比較清爽 然後它的那個酸 是來自於這個檸檬汁的這個味道 所以吃起來是這種清爽 我覺得很適合女孩吃 對 真的 讓他一直講 我們繼續吃 來 繼續講 對 哇 你看一下這一盒 就全部吃光光 而且我覺得這個其實也很開胃 對 就是這樣吃會忍不住 一口接一口 然後搭配一下這個 來 每一個人再吃一口 感受一下不一樣的層次的這個口感 男神爸爸都說不講話 叫我一直講 可是這盒真的太好 繼續講 我也要繼續吃了 剛剛吃的那個石頭燒餅 有點飽 但是吃了這個又開胃了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繼續吃了 最後呢我在這裡做個Ending 吃這個椒麻雞呢 因為這個雞呢 酸炸了 它多少帶一些豐富的膽固醇 可是呢 我們有清血的這個洋蔥 脆脆甜甜的 吃完那個清血 而且呢會讓你精神百倍 逛第二天 一口一口要被我吃完了 好了 我們現在去吃能夠 要命的排隊的那個排骨叔叔 30分鐘 我們快點走 我們去很高耶 哇好多東西啊 哎呦 寶媽好帥喔 不是帥 我是熱翻呢 錄影吧 把這個防彈衣穿著 但是實在受不了 但是 好吃的東西在後頭 我們怎麼可以代謝呢 所以呢為了繼續奮鬥 衣服脫了 跟它好好的戰鬥 再熱還是要繼續吃 對對對 巴德三清宮於民國104年8月22日 星期六特舉辦 護國齊安四府消災大法會 凡參加平安斗者 可安奉於正殿為期一年 使斗燈長年不滅 超度拔劍 超拔祖先 動物靈 地基主英靈 個人壘事原情在主 布施普桌共品 歡迎十方大德共襄盛會 報名專線 03-361-0792 討論夜市 美食人生盛大舉行 活動於7月10日到8月2日舉辦 在中立觀光夜市 中間觀光夜市 新人畫院夜市 有極限闖關淘汰活動 還有豐富大獎 快來參加 搜美食 搜旅遊 TV SO EASY 甄選特搜節目主持人 歡迎您的加入 請上網搜尋TV SO EASY 您熱愛廟與文化嗎 台灣有夠廟 廟哥主持人 快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請上網搜尋台灣有夠廟 最專業的服務 請找創意互動 好 搜美食 搜旅遊 搜好玩 進在台灣美食旅遊網 餐餐就是我愛你 03-3394520 TV SO EASY MING PAO CANADA 我們在排隊 我們看到排這麼長 我還沒看到餐味在裡面 雖然排得滿頭大汗 待會我們吃的時候 我一定會讓你們覺得 一個字值 值得 放大老虎雞吃蟲 我說排骨 你們都不能吃 你們說老虎又是雞肉蟲 只有我說排骨 因為這裡是中立最好吃的 瑞季排骨酥 排骨排好久 哇 你看看 我完全忘了爸爸說 真的 直接掐了一顆就 我告訴你 台灣的這個黑毛豬 台灣的這個黑毛豬 尤其是它排骨 用台灣傳統的這種排骨酥 來做的時候 砸起來 現成熱騰騰的 一咬下去 你會感覺到外面 我還沒講完 你們就開始吃了 不期待 太香了沒辦法 真的 要感覺外面酥酥脆 一咬下去 那個汁跑出來 那個感覺就對了 我剛剛咬下去了 汁真的會噴出來 天啊 真的是 好香好好吃 這個一定要趁熱吃 爸 一定為了這您辛苦了 真的真的 排隊排很久 值不值得 有女兒最好吃 而且最重要 他在炸這個排骨酥的時候 他用那個豬的排骨肉 他先會醃過了 而且他醃的時候 用台灣最好的醬油 而且略略的放了一點點糖 加上本身那個豬肉甜味 鮮味一提出來 不會太死心 好吃 而且重要的是我剛剛吃到了 它的裹粉不會裹太多 皮薄薄的一層而已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誠意 它其實都是肉 我還沒吃到骨頭 真的 真的 而且它都超級大塊的 其實逛夜市 就有一個好處 就隨逛隨吃 隨逛隨吃 而且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我吃咬得很漂亮 這一定要帶一點 這個排骨酥 有吃看到了沒有 有吃 我建議大家來中壢的時候 如果你多買一點 因為誰走誰吃 有時候吃不完對不對 再多買一包 回家的時候煮一碗麵 泡麵都行 然後把它拿出來 直接把它丟到麵裡一起煮 這個排骨酥的香味 會浸到麵湯裡 那是另外一道美味 所以在這裡吃不算 你還得打包 快快快 去排隊我們再去打包一碗 再咬一碗 為什麼剛剛不早說 走走 我們去排隊 好了 我知道我大女兒最愛 為什麼呢 因為她過去讀書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考到國立大學 就是每一次在K書的時候 我就買這種滷味給她吃 尤其她最愛的就是鴨翅膀 對不對 所以一個滷味呢 在中國的傳統裡面呢 它是一個非常家常的 有時候在非常多的武俠小說裡面 尤其是古龍的小說裡面 就講到非常多的俠客愛吃滷味 那麼台灣的滷味 完全從眷村的文化衍生出來 那麼幾十年的這個變化 嚴格現在台灣的滷味攤子說 裡面的內容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餐車上的內容 比過去五十年前六十年前 還要更豐富 像以前你要吃的什麼大腸頭啦 要爐什麼鴨血啦 還有你剛剛講的什麼百葉豆腐 過去完全都沒有 過去我們的小時候呢 只有豬耳朵 豬耳朵 海帶 豆干 這個 這個鴨翅膀 其他就沒有什麼 我們好幸福啊 對啊你們很幸福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夜市的文化 還有內容不斷地在進步 而且他們都非常的衛生 把傳統的東西 能夠做得非常的規範 你看我們大女兒 個子又高 這個 腰 腰女兒漂亮 你看我們這餓女兒 餓女兒剛吃了好幾攤 現在說她還可不可以買 我告訴你我沒錢了 我還餓啊 好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個滷味攤裡面 有什麼好吃的 哇 在夜市裡面呢 你看 我三個女兒吃得很開心 我也吃得很滿足 最主要是什麼呢 一邊吃一邊流汗 這是台灣最原始的 這種鄉土的味道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啊 在這個台北國賓戲院門口啊 請女朋友看電影 看電影 我都沒有錢買滷味 真的 買完票就沒錢了 現在我看這裡就很感慨 沒辦法你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你來介紹你在這裡面 你剛剛吃了什麼 我剛剛吃了嘴邊肉 還有呢 百葉豆腐 這個百葉豆腐呢 還有酸菜 像這種啊 就是吃一口肉 然後吃一口酸菜 非常的入味喔 還有爸爸最愛的海帶 其實呢 就是在我們從小在眷村啊 在過去就是豆干海帶 以後你們這三個 這三個女娃不懂事 有看到爸爸吃滷味的時候 要買一瓶酒在旁邊配著嘛 對不對 我想說的是 那個滷味啊 雖然沒有加 不是加熱滷味 但是它滷得非常非常入味 而且它的酸菜也非常夠味 我覺得 這一種滷味重要就是 有沒有滷味再來就是酸菜好不好吃 它們家都做到 妳是百葉豆最準 對 百葉豆 因為它很入味 而且會滷到很爛 對 它的那個方法 那個口感是非常的剛好 但是那個汁又進去 它叫白葉豆腐Q度剛好 可是它的裡面都入味了非常好 對 到底幫我們來吃看看 這個海帶嗎 對啊 海帶我已經吃了 其實呢 我要說我們台灣的朋友 這一代啊 你們是最幸福的 台灣有四百年的歷史 在四百年的歷史裡面呢 真正在這五十年 我們開始靠台灣人 一步一腳印的打拚 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大家可以從夜市裡面 可以看到台灣的這種 經濟的繁榮 民生樂利 而且很多朋友 小孩子 老少 中青 每一個世代都非常的開心 可以證明我們活在一個 快樂的世代裡面 所以朋友們 不要羨慕我們 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請告訴我們的朋友 我們今天晚上是在哪裡啊 我們在中壢觀光夜市囉 地址位於呢 中央西路跟新明路的交叉路口 還有呢 我們還有許多夜市的美食 請上網搜尋 桃園YES美食人生就可以找到了 好 我再補充一下 他剛剛講的地址 你可能記不得 但是你用手機Google一下 馬上就來 我都會 你不會嗎 桃園YES美食人生 讚 今天呢來到中壢觀光夜市 哇 真的是太美味了 剛剛吃了五家我們的嚴選美食 每一家都有它非常獨特的特色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呢 中壢觀光夜市這邊 有很多很多道地美食 就是很多其他夜市 都找不到的特色美食 我真的覺得 我身在台灣 真的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 因為我常常到國外遊走 真的沒有 半夜肚子餓 找不到東西吃 但是在台灣半夜 就是有這些夜市 晚上就是有這些美食可以吃 你都不怕餓著 我真的覺得我好幸福喔 那今天呢非常開心的 來到了桃園中壢觀光夜市 來到這裡品嘗美食 看到我們後面呢 這些滿滿的人潮 就知道中壢夜市 現在有多火紅啦 今天非常開心呢 可以跟這個梁老師 一起來吃美食 當然也跟老師學習到很多呢 這個夜市文化 美食的文化 讓我這個又好好的上了一課 那我覺得來逛夜市呢 就好像彷彿晃一圈這個小台灣 感受呢很多不一樣的人文歷史 那這個中壢夜市呢 有這個很多知名的老店以外 當然有很多新的店啊 當然它的這個料理啊 或是美食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來這邊呢不只有好吃 好玩好逛的齁 這邊呢非常的推薦呢 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呢 趕快來到我們中壢觀光夜市 來吃美食一起玩喔 桃園YES美食人生 桃園YES美食人生讚 你看看 大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廈 一隻身上 很久了 クリスカ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